所以我們就說這個不是主動選股 這是被動投資 誰成績好自動就被選到我投資組合裡面 今天這一集我們又邀請到了 好好 嗨大家好我是好好 不是啦 最近股市真的很慘 就是看新聞的話就是每天都在跌 然後每天都好像很恐慌 對啊每天醒來台股又綠了 但是你有聽過一種投資法 贏過90% 所以我投資人有這麼屌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投資0050 之前在PTT上面就是爬文的時候 就說你只要會投0050 你就贏過90%的一個投資人 你覺得這個這句話可信度怎麼樣 因為我一開始也覺得這個東西的出處是什麼 但是我後來有去看到一些研究 它其實是說被動投資的投資法 贏過主動投資 積極經營人的績效 被動贏主動的勝率是90% 所以我認為是從那邊出來的 哦 那被動型的代表 其實在台灣的話應該就是0050嘛 所以今天就來介紹這一檔 0050 好 那第一個 我們就先來簡單介紹0050是什麼 0050 我看大家都是說 它就是台灣最大最厲害的50間公司的股票 然後集合起來就是0050 那為什麼要選四次最大的錢50進行買入呢 有個slogan嘛 就是說 欸台積電倒了0050還在幫你賺錢 那它的意思是就是說 因為它會不斷的去推陳初心 等於說今天假設說 欸這間公司 市值已經不在前50名了 那它就會自動被踢出去 它就是以淘汰的機制 就好像這個是一個 啊如果今天它成績不好 欸它就會被踢到放牛班 所以這個班級就一直都會是資優生 我覺得你用資優班這個批語很好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說 覺得說之前好像不會選股 其實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 在預測誰會成為資優生 我看誰準備比較努力 平常很很常念書 或平常常常補習 所以我就把它選進我投資組合裡面 我認為它未來考試會很好 但是0050它做的事情完全不是 它是等到成績勾布之後 放榜之後 誰符合誰成績好 那我就把它選進我投資組合裡面 所以它其實是已經看到 整個資優班分班的結果之後 再去進行購入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不是主動選股 這是被動投資 誰成績好自動就被選到我投資組合裡面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0050如果是這麼厲害的一個產品的話 那現在的行情這麼長 股市每天都在報一些利空的新聞 那你覺得現在是買0050一個好的買點嗎 我的想法是既然它是自由班 那基本上不管什麼時候 它都值得去做投資 那我們常常說 東西就是以股票來講 那我們當然是挑便宜的買 那現在市場 每天都看它在跌跌跌跌跌跌 那其實 我們是不是 就是趁現在在跌的時候 便宜的時候 買入一點 所以你也是比較建議 就是逢低的時候去講嘛 現在如果股市 就簡單分成 牛市和熊市 那現在可以說算是熊市嗎 就是 一般熊市的定義是 股市從高點回落20% 那你會選擇 在熊市買還是在牛市買 在牛市太高點的時候 欸 又不敢買 我覺得這就是冷血 但是現在現在就是大家很恐慌的時候 欸 還是不敢買 然後我就是 什麼都不敢買 呵呵呵呵呵呵 神氣做不到我 從12000、13000 不敢買 然後一路高到17000、18000 到時候都空手這種感覺 對對對 從頭到尾都空手 你有沒有想過 要是現在買的話 萬一之後真的又像2020年的時候熔斷 可是因為它 它是自由版嘛 所以 基本上就算是熔斷 就算是它 就是跌到一個很抵擋的結果 我相信它還是有能力 可以回來到它原本的位置 只要是長期的話 愛因為回歸一個合理的價位 對 那現在即便短期會有所波動 但是 它只是短期的一個震盪 只是市場同行下的一個結果 對 單筆投入還是要定期定位投入比較好 我覺得 這要看我的 我有多少錢 如果說像我現在一個月 假如說我們一般上班族的薪水大概 四萬塊、五萬塊 那可能會願意拿個 一萬塊 一個月拿個一萬塊出來 買買股票的這樣子 那一萬塊好像又 買不起0050 對 所以可能就變成 我們要存一波錢 存夠了 再買一張0050 因為50現在有靈活啊 所以 好像也不構成就是說 一定要存滿吃 是嗎 就買靈活就好啊 現在其實 就是蠻方便的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的蠻多 都是說0050是什麼 然後它怎麼買 何時買 現在能不能買 但其實剛剛提到兩個重點 一個叫做 這兩件事情其實對於 投資人來說 不管你是一般投資人 或是專業投資人 其實都需要花蠻多時間的 比方說 你平常在選股 你要研究一家好的公司 你可能需要花很多時間看它的財報 你需要研究現在是不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進場時間 那你可能就要去研究 現在的公體經濟情況 研究各國的一些政策 利率政策等等 我們如果以一個小資助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100萬人好了 你每天花兩個小時研究哦 你整體的一個投資組的報酬率 可以贏過大盤5% 然後你要知道你這個績效 會是贏過超級多專業投資人的 包括那些知名的投信公司 他們每一年的報酬率 那這樣換算下來 你知道你的時薪多少嗎 是多少 你的時薪 不到70塊 你說我花這麼多時間研究 那這些時間的成本 一個小數就是不到70塊 你的時薪比基本時間還要低啊 那我會想把時間拿去玩寶可夢 你100萬假如你多5% 你真的這麼厲害 你就是多賺5%好了 你100萬你才多5萬而已啊 5萬你算上看你一天花兩個小時研究 720小時 對啊你算上看 本金不到100萬 真的就是把千 我覺得就是投到這種烏鬧的標題就好了 還不如就把時間拿去玩寶可夢 一天玩了兩個小時 但是你的勝率卻 大於90% 對啊 打個牌位打到大勢啊 對不對 都比較有成就感嘛對不對 就是你的獲利也是大勢 欸 牌位也是大勢 的這種感覺 對 不過我最後還是要推薦大家一個我覺得不錯的替代品 你有其他建議 對啊 因為我發現其實有一檔 完全就在模仿0.50 哦 這些公司真的很聰明 就是 你看0.50這種東西 它完全不需要任何懸股嘛 我可不可以模仿這個產品 你說裡面的成分完全一模一樣 對 完全一模一樣 調味方法就是一模一樣 對 持股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我手續費把它降低0.1% 從0.4降到0.3 哇 那很吸引人 對啊很吸引人啊 那是哪一支 006208 006208 對是不是很難唸 但是如果你想要貪小便宜 像我就是覺得 既然我都已經被動投資了 那我就貪小便宜 少省一點是一點嘛 對 漲戶最care的就是手續費 就是手續費 對啊 少一點手續費 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用比較少的錢買 那我是不是就賺到了 對 沒錯 那未來如果再出一個 再少0.1%的手續費 我又再把錢再換去那邊 我們就是 毫無忠誠度可以 對這個產品毫無忠誠度可以了啦 好不好 就只是投入台灣股市而已 OKOK 知道了 這也太過分了 最後的結尾呢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就是 投資是有風險的 就是 今天講到0050 0050也是有風險的嘛 所以一定要用閒置資金去做投資 對 這很重要 我是不是最近看新聞啊 就是什麼幣圈啊 或者是說 有些 投資一些比較高風險的一些商品啊 最近也就也看到低卡 而就有個年輕人就是說 哇他跟爸媽借了那個 家財 然後拿去貸款 然後車貸 然後一堆貸款 但是他全部拿去買票 而且還開了槓桿 然後上網問說 哇我現在賠了一屁股 請問網友我應該怎麼辦 這個 這種案子 其實真的是層出不窮啊 對啊 一天到晚的一堆畢業文 再也不敢融資了 再也不敢當充了 真的真的 對啊 所以既然是長期投資 我們就不要去開槓桿 就是真的是閒置資金 再去無腦欧運的努力 我覺得才是比較好的做法 然後再來是 要存一點緊急預備金 對 這也很重要 對啊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這波疫情 或者是下一個黑天 或什麼時候來臨 你一定要有一個緊急預備金 是面對你之後本人 失業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有什麼意外的時候 有一筆緊急可以用的錢 沒錯 OK 中天財經頻道與前同行 連總會超音 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 他們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這通膨的回擊 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決了 三分之一 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下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思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美洲晚間8點 中天財經頻道 鄭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經珠報 每週六日 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 你也知道 這個石子的水呢 變錢 對它養不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股票啦 房價啦 都會往下跌 無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的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廣告 掌握肌肉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 早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 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 調節情緒 增強抗爭能力 還有德國氧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 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 然後在晃晃時 晃草寧 我們不會再說